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的一些喜欢的一些Pokemon的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的话其实我犹豫了很久究竟要不要做 我一直不是很想做的 因为不像那个我不喜欢的Pokemon 这个视频实在我想不知道怎么做 那么上一个视频我好像已经是4月底 还是5月时候做的 虽然是最近才发出来的 那么既然的话发了那个视频之后 很多朋友叫我做 那么我也就做一下吧 那么一开始我犹豫要不要做这个视频的原因 首先的话我不是很喜欢很多Pokemon 我很多的Pokemon都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那么即使我很多我喜欢的东西 我也没办法解释我为什么喜欢呢 一般来说的话我就觉得 哎这东西好像挺好看的 而且的话我也不像很多人对什么 沙奈朵啊那些那些东西 为什么要一天到晚那么喜欢看 那么毕竟我觉得毕竟你有真人看的话 为什么你要看这些 这些动画的东西 而且这些人画出来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去看真人太好了 OK那么既然的话我就做一下吧 那么我不想 因为我觉得我很多东西我没办法排名 而且的话我很多东西没办法特别好的解释 所以的话我就不想做一个top几top几这样的视频 那么只是大概根据一个图鉴呢 根据图鉴序号 然后大概过一下 说一下我喜欢的一些东西 以及为什么我喜欢 那么尽量解释一下吧 那么最后的话会有前三位 那么因为前三位我喜欢的我是知道的 那么的话我觉得我对pokémon这个虽然我很喜欢这个系列 但是我觉得我很多东西的回忆还是相对比较浅的 我对我那些陪我通关的pokémon基本是没有任何感情的 然后对战的话打多了 我觉得我真的我真的觉得我在纸上写出来 比如说水马的话 Keldeo可以要第六个字母和我和我现在在桌子上的有1234只水马公仔是没什么区别的 或是我现在 现在我现在桌子上有四只水马一只小只人蛙一只天空雪米还有一只插神一只歪神那是挺多东西的呀 OK那么我们开始吧 那么首先的话就是初代的玉三家 喷火龙水剑鹤和妙娃花 那么这三只的话就只能说是非常非常的经典 那么基本上是除了比卡丘以外 这能代表口袋妖怪的这个系列的pokémon来了吧 那么其中的话这三只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还是最多人喜欢的喷火龙了 那么喷火龙毕竟是一只龙嘛大家想都很喜欢 那么三只里面的话妙娃花虽然我也挺喜欢的 但是多少妙娃花有点之前年来被人冷落的感觉啊 因为我接触美版比较多 那么美版初代的话也是红和蓝没有绿这个版本 那么所以妙娃花多少被人冷却了 那么我自己记得记忆当中那么小时候看动画的话 非常经典的一个画面就是喷火龙打水剑柜 包括那个pokémonorages里面最后的话也就是水剑的打喷火龙这场对战 那么不管怎么说的话我还是很喜欢这三只东西的 那么他们就是非常经典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比调 那么比调的话我是坚决不接受大比鸟这个翻译了 我真的觉得这个翻译非常的难听 那些人不知道自己在翻译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 那么说到名字的话 我真的非常喜欢他二段比比鸟这个名字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非常喜欢 那么英文里面叫PGYOTO和PGYOTO这两个名字都不好听 那么比鸟和比鸟就是非常帅啊 那么比鸟的话我小时候以为他非常的屌 那么因为他长得很帅嘛 没想到他实际上是没什么用的 那么小时候的话打通关的时候我也我也练过的是 真的是不怎么样的一只东西 那么现在的话即使他获得了迈克进化 他还是非常不怎么样的一只东西啊只能说 那么虽然的话他非常娱乐 但是好玩就是那样嘛 那不管怎么样强不强是一个版本的事情 帅不帅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皮克西 那么这是少有的话 这我喜不喜欢跟对战有比较大关系的 那么皮克西的话 我以前看上去真的觉得非常的没什么特别 我又不是特别喜欢 但是现在的话看上去我真的越看越可爱 那么皮克西的话有非常多有创意的尼称 比如说什么Cancer啊 比如说什么Pinky Ball啊之类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嘛 那对战实在太好用了 所以哎呀我真的是少有真的越看越可爱 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他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鬼思鬼思通和耿鬼这条线 那么这条线的话我三只都非常喜欢 那么其中我自己最喜欢的是鬼思通 那么可能是跟他的名字也有一点关系 也跟他的设计有点关系吧 那么耿鬼的话可能总有点看上去有点肥肥的感觉 然后鬼思通的话就像一只非常帅的鬼一样 那么这是也是少有的话 我跟对好像跟动画有点关系 因为我是不怎么看动画的 然后对动画的回忆也非常的有限 其实小时候初代的一些动画应该我很多都探过 但是我真的完全不记得了 那么这是我少有真的会记得的 那么那集的话我也不知道有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就是小智和皮卡丘灵魂出窍那集 那么鬼思通和鬼思还有耿鬼的话 真的是非常搞笑的一些东西 而且的话这三只东西的这些年来的 sprite一直都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鬼思通 鬼思通的sprite一直都是感觉非常非常可怕 吓人的东西 但是耿鬼的话一直都是还非常的胖 那么倒是有点搞笑的样子 那么耿鬼的话一直都是万年对战冷无缺 那么从一代到六代一直都是OU 那么这是非常强非常难得的一只Pokemon 那么六代的话耿鬼也是获得了Mega进化 那么Mega耿鬼的话我知道他很强 但是我倒不是特别喜欢的设计 那么很多人觉得Mega耿鬼看似于非常的凶残 非常的可怕 但是我倒觉得他还不如原来的耿鬼 或者鬼思通那么可怕开始去 倒是多了多少几分的温柔的感觉 那么我特别不喜欢那个Mega耿鬼的那个小短腿 以及他的第三只眼看似于非常不合适他呀 那么如果Mega耿鬼是从什么 那么另一个维度里面钻出来一只鬼的话倒是很可怕 但是他有个小短腿就像站在地上那样就觉得 少了很多这个非常可怕的气息 那么闪光的Mega耿鬼是白色的 很多人特别喜欢 那么我觉得还好吧 但是三年了出来 那么看了那么久 我还是越觉得他越来越好看了 这个东西 接下来的话就是X字符 那么到现在的话 我其实个人是挺不喜欢X字符的 但是小时候的话 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东西 可能是跟我有一个朋友 他非常喜欢X字符有关吧 那么他以前的话 先是有一只X字符好像把我的东西打得很惨 然后后来的话 我也去练了一只X字符 那么大概是从什么20多集 练到70多集才进化 那么以前的话 小时候嘛 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不知道怎么刷亲密度 那么亲密度的话 其实刷走路是最快的 那么升级的话 你要生很多很多集才能刷够亲密度的 那么X字符的话 我小时候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帅 那么可能是现在我不觉得他很帅了吧 然后他对象又不怎么样 所以现在不是特别喜欢的吧 那么接下来就是凤凰 那么凤凰路吉亚两只里面的话 我真的非常喜欢凤凰 然后比较不喜欢路吉亚吧 那么我觉得我喜欢凤凰的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跟我喜欢HP有关的 那么Harry Potter里面 Fox就是凤凰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角色来的 那么可能也有关系 是我接受的第一本HP的原著 是03年的时候 第五本凤凰社 那么那本的话 名字里面就有这个凤凰这个字吧 那么我也挺喜欢那个X-Man里面的 那个凤凰Phoenix Jean Grey的 那么甚至这次那个新的X-Man Apocalypse 里面那个Jean Grey我还是也是挺喜欢的 最后他爆凤凰了 那么普通凤凰的话 我觉得他颜色设计比其实比较一般的 但是闪光凤凰真是帅的不行啊 那颜色真是又帅又厉害 凤凰真的是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到了三代 那么三代的话 我像很多人一样 可能是除了六代以外 玩的最多的一个世代了 那么三代的话有古拉顿 那么特别是原始我古拉顿非常喜欢 那么对比海皇和古拉顿来说 我一直是更喜欢古拉顿 但是颜色上面我更喜欢蓝色 所以就是有点奇怪 那么我是非常不喜欢女天 那么而且的话 我以前有个朋友 那么就是那个很喜欢叉色服的朋友 那么他用海皇牙 一直把我古拉顿加裂空塑打得 哎呀非常非常的惨的 以前跟他联机对战 因为他是蓝宝石 我是红宝石嘛 然后我两条 两条裂空塑加古拉顿都打不过 他一只海皇牙 真是非常非常惨烈 像当年 那么过了那么多年了 古拉顿终于可以击败海皇牙了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欣慰啊 感觉 那么古拉顿的话 我一直觉得缺少了点什么 直到有的原始古拉顿 真的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设计 闪光的话 更加是那种黑色 哎呀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么希望的话 以后的话 古拉顿还是非常的厉害啊 那么现在看来的话 捐起古拉顿的话 应该还是能是无本之王啊 现在日神和月神这两只东西 看下去都是会被古拉顿吊打的呀 接下来的话有迪奥西斯 那么迪奥西斯的话 很多年来一直是我最喜欢的Pokemon 那么他感觉非常神秘 他设计的话和别的Pokemon 非常的不一样 他来自外开空 而且他是其中一次有不同形态的东西吧 那么他有四个形态 进攻防守普通和速度形态 那么我一直以为的话 以前不知道嘛 我以为的话 迪奥西斯最厉害的东西 因为的话 他在386年代 他是最后引擎 就是图鉴号 是最后一位的Pokemon 那么而且的话 小时候我以为 他能在对战中的话 直接自己转变形态 就变得非常的厉害呀 那么到了六代的话 终于有这个战子切换这个特性了 鬼剑有这个特性 而那么我就会希望 在欧阳斯复刻里面 他迪奥西斯也能获得一个Mega进化 然后就能获得这个特性 然而没有 就真的上 非常的失望 那么同样的话 我也不是特别喜欢 这个迪奥西斯那个电影 那么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不喜欢那个电影 我们现在来到了第四世代 那么Gen4里面的话 首先有三只玉三家 那么Infinite 帝王企鹅 还有草灰这三只 那么其实的话 Gen4里面设计方面 我喜欢的东西非常多 我觉得是Gen4是六代里面 可能包括现在准备出的第七代里面 设计的最好的一个世代 那么我觉得它是非常完美的 融合了更加复杂 和更加简洁的一种设计 那么Gen1的话 由于系统问题的话 它设计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么它很多设计出来非常好 然后Gen2 Gen3的话 它在尝试更加复杂一点 然而台色可能是系统机器不够好 然后它就设计的有点怪怪的 就是觉得它想复杂一点 但是又没有那个机器 又没有那个能力 然后就再卡在两只之间 就觉得很奇怪 然而到了Gen4的话 这个就觉得非常完美 就是它既又够紧急 而且它也够有足够的 这些细节方面的东西 那么我只是选取了御三家 作为一个代表 其实的话 它设计好的东西有非常多 比如说什么飞帝瓷怪 比如说假眉眉龟 等等 特别是那些进化出来的东西 我都觉得它们普遍来说 设计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如果是讲这三只御三家的话 我最喜欢的话应该是帝王企鹅 然后就是小时候也很喜欢树龟 不知道为什么 树龟的话设计其实可能和妙王话 理念上有点相似 它们都是四个角 然后背上有个植物的 但是帝王企鹅的话 据说非常清新 然后设计非常的好 那么以拿破仑为原型 就是一个企鹅带上了皇冠 一个非常简单 但是又足够霸气的设计 接下来的话 就有迪亚鲁加和帕鲁吉亚两只 那么这两只的话 我都非常喜欢 那么鬼龙的话 我觉得一般般吧 现在我现在挺喜欢鬼龙 但是以前都比较觉得一般般 那么这两只的话 我是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气 那么也跟四代 普遍很多东西一样 设计的非常好 那么我觉得这两只的话 是神兽里面设计最好的两只了 已经是 而且的话 它们两个的专属技能 真的是在电影里面 觉得让人是真的 它是专属技能的 有非常霸气的感觉 你看什么Y神死亡之翼 和X神这个大敌控制 那么他们的话 那个这个电影里面 CG是做得很好 但是真的是缺了一种神兽的霸气 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第五世代的话 我们直接跳过 那么第五世代东西的话 我觉得设计基本都非常的糟糕 那么我也不想说多了 特别是玉三家 它让我真的非常的失望 最后的话 我们来到第六世代 首先的话 有Brixen和忍蛙这两只 那么这两只 我觉得我喜欢的原因 是有点不同的吧 那么Brixen的话 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可爱 那么应该是 所有Pokemon里面 最可爱的其中之一了吧 那么 但是它的进化 那个大马虎 真的是让我失望到啊 真的失望的不行啊 那么我也想 我真的很喜欢Brixen 那么可能是由于大家都很讨厌 那个大马虎 很喜欢Brixen 在那个铁拳里面 也是出现了Brixen 我不是大马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它的尾巴 当魔法棒这个 真的是设计的 非常非常的可爱啊 那么它出招的时候 也会把那个尾巴上面 那个骨头拿出来出招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么这只东西的话 我想给它买个小 我想买个小手伴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它 但是的话 它的手伴真的很丑 我真的不想说了 忍蛙的话 我简直有种一见钟情的感觉 我真的非常喜欢忍蛙这个设计 那么有些人不是很喜欢 它舌头当围巾这个设定 但是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玩啊 那么忍蛙的话 多少也是让我重新回坑的一个存在吧 那么13年XY出来之前 虽然我一直都有关注着它 但是就没想着要买吧 毕竟也不便宜 然后我基本也只是玩口袋 一个游戏而已 那么我一直在看那个 John Carlo Perry Mango 11的频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频道起这么复杂的名字 那么他每天都会做一个 倒数日的视频 然后就会讲一下各种 真的消息假的消息 他现在至于也有做这系列的视频 然后我就看到非常非常多 各种预算加进化的那种同仁图嘛 然后直到我看到了忍蛙 我一以为 我就以为是 同仁图如果能 就是官方能做到真的这么好看就好了 没想到这是真的 这算我真的是少有 就是让我真的想买机子来玩的了 那么忍蛙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那么虽然我不关注那个动画 但是小吃忍蛙的形态 真的是比普通忍蛙形态要更加好看 那么而且的话 小吃忍蛙的手办 是少有那些手办里面不愁都可以的 看Brixton这个手办就真的非常难看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到双剑和鬼剑这两只 那么这么多世代以来的话 一直比较被人诟病的多的设计类型 就是那些以人为物品为原型的东西 那么参考比如说五代的雪糕和垃圾桶 那么都是比人被人骂的最厉害的那种设计类型 那么直到鬼剑 那么鬼剑这个线真的是设计的很好 那么特别是双剑和鬼剑两只 那么我个人的话是更加喜欢双剑多一点 我觉得双剑真的设计的非常非常完美 特别是闪光形态 这两只闪光形态真的是太好看了 那么其实我觉得很可惜鬼剑没有能保持双剑 保留双剑最终那个红色剑刃的设计 那个双剑红色的那把剑刃真的非常好看了 那么最终的话我们来到我最喜欢的三只东西 那么第三名的话是水马 那么可能大家会有点觉得奇怪 水马怎么排名相对有点靠低了 毕竟是吉祥物什么的嘛 但是的话其实我自己是 虽然说我现在的确是很喜欢水马 但是我喜欢水马可能也就是一年多的样子吧 大概XY出来大半年之后 在14年4-5月份左右的时候 我觉得实在挺无聊的 就跟朋友去玩别的游戏去了 那么虽然Auras出来的时候 我也是预定了首发双入的 那么但是的话 哎红宝石我就是打通关了就扔一遍 蓝宝石的话我就打了几个 到会也扔一遍 真的不是特别想玩 那么虽然的话我会有不断的看视频 但是自己就没怎么玩了 那么直到的话 那是断断续续的脱坑了一年左右 那么直到15年的时候 那么15年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一天就突然开始又想玩了 所以就重新入坑了 那么那时候的话认识了一些群上的人 那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刚回坑那段时间呢 我就用水马用的超级多 那么基本上我每个队伍都有水马 那么那些人呢就喜欢什么 说我在玩母水马什么的 那么就搞来搞去 然后就水马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越来越喜欢了 那么就变成了 我多少我的吉祥物什么的了 而且那时候我看很多视频 我从来没看过 有一个up主把那个水马当成吉祥物 所以的话我觉得把水马当我的吉祥物 是挺不错的 不会跟人撞车 那么水马的话我现在真的很喜欢 那么我现在桌子上的话也有四只水马 那么有三只水马的那个手办 还有一只水马的那个玩楼 然后我的柜子里面还有几只水马大的手办 那么还是挺好的呀 水马的话其实我真的没在通关怎么用过 毕竟它也是换兽嘛 那么我用过一次 那么就是之前的那个 我做那个Y1的老视频里面 那么就用来通关了 那么水马的话 我个人认为在对战方面的话 是怎么说呢 有点可以全方位都有提升空间 那么129的特攻的话 低是不低 但是如果再高一点会更好一点 比如说提高到135左右 虽然也不算特别高 但是这样的话 砍弹啊 或者用力属性用热水打拉提什么的话 会舒服一点 那么速度的话 108是慢的肯定不算慢 但是也实在不算快了 那么比非常重要的110是要低 那么其实的话 我觉得110重要的话 就是我觉得它比拉提慢 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么比什么巨金啊 比麦克公鼠慢的话 凡是有点凡的是还好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说到它速度问题的话 我总是很不爽 它要比那个113的那个草蛇快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很不喜欢草蛇吧 那么但是草蛇 就是莫名其妙的快的离谱啊 那么它的特性方面的话 正义之心 那么基本是白板特性 那么最近的话 我也会做那个物攻水马的视频 那么即使有正义之心 加上它的物理输出 实在是看不下去啊 那么如果的话 期待能把正义之心 改成免疫恶性就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基本是玩风刚兵 玩风扭拉了 那么配效方面的话 水马真是平招平的可以啊 那么基本只有双本 然后就没有什么了 但其实的话 我个人一直觉得 水马这个全方位都有点缺失 就是让它能保留在OU的一个原因 而没有被禁掉 那么如果被禁掉的话 哎呀我就没得用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它速度再快 那么变成111的话 真的会强很多 那么如果它能学冰光 而不只是冰封的话 它也能强很多 那么我看到 如果它正义之心 是免疫恶性的话 真的强更多了 那么这些都是 我觉得是有可能 让水马会被禁掉的一个原因 所以嘛 我现在觉得水马 这一全方位有点缺失 也不是一件太坏的事情 希望捐起Zmove在水马身上 有发扬光大的能力吧 那么在TCG方面 虽然我不玩 但是水马在TCG 也是非常厉害的呀 那么它的Russian的 这个ability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啊 那么第二名的话 是噩梦神 那么噩梦神的话 纯粹是跟它的剧场版有关系啦 那么剧场版里面 噩梦神单挑 Pokea和Diaga两只 那么也是从那个剧场版里面 我也是导致我非常喜欢 Pokea和Diaga这两只 但是的话 毕竟主角是噩梦神嘛 那么DP的剧场版三部曲的话 毫无疑问是 口袋那个剧场版的巅峰 那么之后的剧场版 都是非常一般 那个佐罗亚克的剧场版 无聊的要死 然后那个之后是什么 水马那个剧场版 很多人非常讨厌 我觉得还好吧 主要是那个 我很喜欢那个冰龙 可以自行转换形态 那么重神那个剧场版 简直我不想说了 那么那个X神Y神的剧场版 应该是其中最烂之一吧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可以这么无聊 那么Hupa的话 我不懂为什么 在那个XY神 那个剧场版里面 他用了那么多CG 但是到Hupa里面 又用回那个手绘了 那么我还是个人 更喜欢CG多一点 那么最近的话 这个Vocanium 这个剧场版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无聊的一个剧场版 因为我个人对那些 什么Pokemon 这些感情是没有任何兴趣的 我想看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然而这些剧场版 真的是太子宫像了 真的是没有任何意思 那么厄梦神 这个剧场版的话 特别的地方 在说没有一个非常 让人容易忘记的 一个坏蛋 那么这个剧场版的故事 非常简单 由于Pokemon 和Dioga在打架 那么很不幸的 这个小镇 那么好像叫Animals Town的话 就是成为了附属伤害 那个厄梦神 为了保护这个小镇 就和Pokemon 和Dioga对抗 那么就是非常简洁的 一个故事 那么也是拍得非常不错的 除了结尾 那个厄梦神的话 无端端死了又复活了 而且的话 还是看到他非常销魂的双腿 那么我还是喜欢厄梦神 没有腿多一点 很简单的说 厄梦神就是 口袋最好的剧场版 三部曲中 最好的内部剧场版 里面最帅的那个 就是怎么样 那么而且的话 突然想到厄梦神 长得有点像蝙蝠侠的感觉 但是的话 我自己倒不是特别喜欢蝙蝠侠 虽然我认 我觉得我认识很多 很喜欢老爷的朋友 那么厄梦神 在对战方面的话 简直一定程度上 就是小学生专属 那么极快的速度 配合催眠 获得去的特攻 那么再配合阴谋强化 那么恶系 在第六世代 如此好的打击面 那么基本上是 一只非常不错的 一只进攻手啊 那么即使不是 小学生用的话 在Uber里面 它也是非常厉害的 一只东西 如果你没有足够好的 应对手段的话 你就会输得很惨的了 那么厄梦神的话 我自己其实还是用的不少的 那么我感觉好像 在random里面恶梦神出现几率 还是算不低的了 除此之外 在实际上 我自己其实也用的不少的 整天就是 拿这个恶梦神 装小学生 然后搬住吃牢 这样实在是非常好玩的呀 那么总而言之 恶梦神的话 就是一只 又帅又厉害的 Pokemon 那么简直是让人爱不失手啊 那么说实话的话 我纠结了很久 那么究竟第二和第一 应该怎么放 那么还是并列就算了 那么但既然我弄个小排名的话 还是这样放吧 那么我们来到最后的第一名 那么第一名的话 就毫无疑问 就是Shaming 那又是一只四代的东西 那么就正如我说的 四代的设计普遍 都真的是非常的好啊 雪米的话 我同样是通过剧场版认识的 那么虽然说雪米 这个剧场版 是在恶梦神之后 但是我其实是更早的看 雪米这个剧场版的 我感觉我第一刻看过的剧场版 应该是马拉飞那个剧场版 小时候嘛 网络也没有现在那么发达 那么那时候的话 看电影都是买那种 几块钱的盗版碟来看的 而且的话口袋 也是小众的东西嘛 所以你不是所有东西都有的看 我也不了解剧场版 是每年都有什么的 那么我第一个接触的剧场版 貌似是那个马拉飞的剧场版 那么那个剧场版 我买了张碟 然后后来被我妈弄烂了 那张碟 那么第二张碟 买的是那个雪米 那个剧场版 那么我就觉得雪米的话 真的是非常 陆地形态非常的可爱 然后天空形态非常的帅气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 为什么我那么喜欢雪米 毕竟的话 那个剧场版的确也拍的 不是那么的好 里面的雪米也是挺让人讨厌的 说真的 那么像个小孩一样 那么绿色的话 也是我相对不喜欢的一个颜色 而且的话 我通关从来没用过它 那么对战 基本上也是没有用过它的 那么当然是偶尔用过 它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不然的话 它也不会被OU曾经全票禁止 那么它应该是OU 唯一一次被全票禁止的东西来的 但是它在Uber的话 的确也是不怎么样 但是很多时候 喜欢就是喜欢 不需要太多的原因 也没有可以理由解释的嘛 就像喜欢某个人一样 对不对 那么好了 也就是这样 这视频也挺长的 那么希望通过这个视频 大家能稍微更了解我一点吧 那么喜欢的朋友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别的 有关对战的视频 也可以点个赞 留个订阅 留个硬币什么的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